国马人民会日前公布的原住民族土地 或部落范围土地化设办法 族人23号开始上凯道静坐抗议 耶稣凯道 下着雨又低温 只有两顶帐篷勉强遮雨 丝毫不受天气的影响 族人坚持不离去 要等到总统出面回应 有很深的期待对于新的政府 会有新的做法 对待原住民的态度 但是这个半年来真的没有看见 因此心必外面的风还要冷 希望说我们的意志 我们的族人能够很勇敢地站出来 表达我们要的 表达我们不满意的事情 特别真的很希望很多年轻人敢站出来 虽然看起来在凯道静坐的族人不多 但其实有更多人通过社群网站接力 发起一起陪原住民族唱出回家的路行动 接力对政府发出怒吼 远在花莲港口部落的歌手阿怒也与部落族人 搭着海浪声的节拍 吟唱着阿美族的传统歌谣 要求还我土地跟海域 25号以及26号将连续有超过40族的音乐人 以同样方式 部分族群的一起为原住民族土地议题发声 很谢谢音乐圈的好朋友来凯道看我们 就希望我们不要太孤单 所以朋友们就开始做一些串联 然后我们开了一个活动 是一起陪原住民唱出回家的路 虽然布什会遭到警方取缔开单 不满原民会公布的原住民族土地 或部落范围土地划设办法 抗疫族人坚持要等蔡英文总统回复他们 撤回划设办法的诉求 记者是大陆台北市采访报道